第一次走进陕北 第一次感受到黄土高原的壮美 伊诺非常兴奋 昨天的摄套活动课结束后 南关小学的刘欣宇同学 邀请伊诺去到他家 沿川县乾坤湾镇古里村 一个远离县城的小村落 刘欣宇同学 盛情要求我们去他家里 这有点吵啊 你们坐在死沃拉机上 家在哪呢 在前面 是吧 你有没有去过他家 去过 有什么好玩的 有毒球 还有烤鸡腔 烤鸡腔 烤鸡腔 得知伊诺和同学们要来家里做客 刘欣宇的爷爷奶奶 用最隆重的陕北鸭面招待大家 等待开饭期间 伊诺和同学们对家里的牛羊产生了兴奋 你们这哪是喂羊啊 你们这赶羊好不好 近距离观察小狗是很危险的 因为狗妈妈会拼命的保护右肩 过来吧 过来 看完牛羊吃完晚饭太阳落山后 伊诺准备的实验也要开始了 欢迎来到科学圈奋剧 我是伊诺 今天好不好玩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的拖拉机有点慢 平常都这么慢吗 不是 平常不是这么慢 就是因为我载了我太重了 对不对 太重了 好太重了 谢谢你给我面子 但是碗有碗的好处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验 就是要在天黑以后才能完成 这里有几个道具 装CD的CD盒 还需要一把剪刀 一把脚刀 胶水 尺子 还需要一张纸 至于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最后再介绍答案好不好 好 在纸上我们要抬出模型 先画一下 首先我们要画一厘米的线段 再画三点五厘米的高 再要画六厘米的下边盘 这样我们得到的是上底边一厘米 下底边六厘米的等腰梯形 对不对 根据这个图像 把它剪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做实验的关键模具了 我们现在模具只要做一个等腰梯形 现在就要用到CD盒了 我们把模具放在上边 然后在CD盒上 割下四个相同大小的等腰梯形 好 现在我们得到四片同样大小的等腰梯形 对不对 粘在一起就行了 通过四片同样大小的等腰梯形 最后看一下 我觉得像个漏斗形是不是 这个道具就是我们今天实验的关键 另外还需要一样道具 手机 现在可以开始实验了 一副普通的手机 加一个看似普通的道具 能发生什么 三 二 一 关灯 仔细看能看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要按下播放键 哇 哇 闪电出来 我要摸一下啊 这其实是四个同样的图像 分布在四个角 对不对 而我们的道具 恰好也是四个角的 对不对 这个专业名字叫全膝投影 看似非常高科技的全膝投影 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道具 同样能够实现 它运用到的科学原理 就是我们熟悉的光的反射 全膝投影 是不需要佩戴3D眼镜 紧凭肉眼 就能看到立体效果的技术 通过复杂的干涉和演射原理 形成一针的三维空中幻影 而我们这个在摇动前做的全膝投影 只是走了一个捷径 手机屏幕上搭建了一个45度角的 T型反射屏 将手机屏幕上 四个不同方向的画面 反射到T型反射屏中间 形成运动的一体画面 好 时间不早了 那我 别动了 二十万 那我就注册了 六月二十号 辽宁锦州市的一家小吃店 发生了一起煤气爆发事件 造成现场近反而受伤 事件发生在一条宵夜街上 当时很多人在大排档吃着宵夜 当这位穿黑色衣服的女士 快要走到村州附近的时候 鸡边的小吃店突然发生爆炸 有热烂从门市房里冲了出来 随后又发生了二次爆炸 两次爆炸造成人口 多加堂位受到了破坏性的损坏 现场一定会乱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辽宁省的锦州市 在我身后的这一家店就是发生爆炸的店面 它的牌匾包括它的门帘已经整个被炸坏了 现在它的门面呢是整个被包了起来 那在它的旁边的这一家店 由于当时这家店是没有开门的 所以它的卷帘门是拉下来的 现在卷帘门拉上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玻璃也是碎了一地 可店当时这个爆炸的威力是有多么的大 现在呢我们进去现场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进来现场之后可以看到里面 已经是整个被炸的破乱不堪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这个什么桌子啊椅子 已经是被炸的到处都是 那听这个附近的居民说啊 这个当时是没有明显的起火的 那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墙壁没有明显的烧焦痕迹 但是还是有几处零星的可以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印记 现场的这个棚顶是整个被震的掉落了下来 还有这个零星的电线在上面散落着 可想而知现场的这个冲击力是有多大 根据目击者介绍爆炸时威力非常大 周围多间防火的玻璃被震碎 目前这次爆炸的伤亡人数尚不清楚 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来看 很多无辜的市民受到玻璃 就是在爆炸的地方对面在那吃烧烤 突然间一声响 就感觉似乎特别疼 给崩倒了 绝对崩倒了 而如此严重的后果 即是因为缺乏煤气的安全使用意识 操作不动造成的 是这个门市房这个老板 他自己操作不当 是两个煤气罐 他不会用 然后他把管子拔下来了之后 然后那个管子伐没闭 然后屋子里就充满气体了 然后这时候有个邻居老太太来帮忙 他不会弄嘛 然后就给他点了一下明火 明火遇见气体以后 瞬间燃烧 然后这个压力特别大 就把门脸给封出去了这个 珊瑚老板的一时疏忽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事故 其实关于煤气使用不当 而导致爆炸的事件时常发生 6月23号 杭州医护居民家中 发生了煤气爆炸 造成家中有一对奴子受伤 5月8日 山东紧平的移动素质楼里 同样是因为业主常实现疏忽 使用煤气罐操作不当而导致爆炸 造成两个月月受伤 一般我们使用的煤气分为两种 一般是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成分主要是蒋丸 它大概在5%以上的含量的时候 就会发生爆炸 液化石油气主要的成分是 饼丸或者冰丸 它只要达到2%以上的含量 就可以发生爆炸 因此这两堆物质的话 如果发生泄漏 遇到明火 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爆炸 专家解释 每一次泄漏后 一旦遇到明火 就会在空间内确实燃烧 而燃烧时产生的热热 如果在有限的空间里释放不出去 爆炸就随即发生 这时 它发生的威力非常的大 没让整肩脖子上回 一旦煤气泄漏 发生爆炸 威力究竟会有多大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猪猪身边呢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 小型的密闭的厨房 安德鲁呢 正在里面享受美食 那待会儿如果说发生了煤气泄漏 而且还遇到火花 会发生什么呢 猪猪准备了一个电子打火器 来我们准备 工作人员先打开我们的煤气 好 我来帮你 好 我已经听到声音了 现在呢煤气是已经处于开启的状态 那我现在要把这个密闭的空间 让它关起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走远一点 好 我们让这个气体呢 充分的释放一下 待会儿呢猪猪会点燃这个电子打火器 看一下情况会怎么样 好 现在大概已经两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我要准备开始了 大家注意安全 三 二 一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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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刚刚是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感觉是一个气体把整个房子都给掀翻了 我们可以看到桌上的这些物品啊 固碗瓢盆的全都已经冲的散漏在地上了 掉的很远 而且呢由于这个气体冲撞 安德鲁的身上衣服被引燃 导致身体也燃烧起来了 手都掉在了地上 现场可以说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 看来这个威力还是真的不容小觑 当初初打开点火器 灭灭的箱子瞬间被引燃 大时爆炸 由于液化器释放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浓度比较高 所以出现了大火 不但有冲击波 还有燃烧带来的伤害 比如我们家里的老人呢 他们有时在用液化器那个灶台煮东西 然后呢那个汤可能移出来了 把火给灭了 灭完了 其实液化器到这个时候气还在往外面 好多老人家不懂 它经济后 它看到火灭了 尤其打火 这个时候引发了这种空间爆炸 这种激励可能比较多 比如说按十平方左右的一个厨房来算 液化器它泄露的时间 一般在二十秒到三十秒左右这个情况 你就不能再去打火了 专家告诉记者 相比于液化器 天然气引起空间爆炸的几率会更低一些 也更加的安全 因为使用天然气时 一旦火苗会采荡扑灭 就会自动断气 不会溢出 所以使用液化器时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一旦遇到煤气泄露的情况 一定要清开焚窗 防止静电产生爆炸 平时我们在使用煤气管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 你比如说现在好多用碗器了 不多了 它会把它放倒在一场摇晃使用 或者在下面加一盆开水器使用 这样操作是不正确的 因为你摇晃过的煤气 它的压力不稳定 这种情况 它有可能会引发来爆炸 真正起火来引发来爆炸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煤气瓶起火 天然气起火 它喷出的火苗一般是一两米长两三米长 这个时候好多人它有一个错误的操作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去直接关阀门 你去关阀门 它可能会产生一种瞬间的负压回火的现象 那这种情况它有可能会爆炸 接下来我们现场演示一下 老师开始吧 好嘞 假如家里使用的煤气瓶 要是起火了 我们怎么办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先点着火 直接点啊 对 先点着火没事的 这个时候你不要慌 但是切剂一点你不能去关阀门 我们家里身边有那个毛巾被啊衣服之类的东西 你把它打湿水 天哪温度好高 要救边 没事的 这时候你不要急 不要在那前方从前面盖上去 这边 火灭了 这关阀门 对 一般情况我们懂得处理 这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往往是好多人一慌了 他可能直接去关阀门 或者他就跑了 直接你阀门容易爆炸 你跑了 它烧到一定时间 它有可能会爆炸 你记住了吗 生活中使用煤气时 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发现泄漏要及时打开门中通风 另外如果气罐不慎着火 记得千万不要关阀门 要用湿被子盖住屏口 先灭火再关阀门 屏幕钢化膜 如今已经是十分常见的手机配置了 可市面上的钢化膜类型五花扒门 价格也相差甚远 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调查 哪种好啊 在家来拿这种 为什么 这种是拿过黄包的 那老婆老婆呢 今天是不 这种钢化膜都是今天是不 它跟那种几十块钱有什么区别的 几十块钱它都缩掉片片了 然后都是给你嚼成去了 你回来一下 马上就没有空降 根据商贩们的说法 贵的手机钢化膜不仅更结实 还有各种听上去有些厉害的工艺 比如高度防刮防暴 防油屋等等 不同的价格背后 真的有很大的质量差异吗 其中记者分别从小拍 专卖店 网络三种渠道 购买了四块钢化膜 来到了微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这里是手机保护膜 电商联盟标准的主要支援单位 陈丽 微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公共事业部部长 Hello 您好 今天我带来了四款不一样的手机钢化膜 我想来做一场手机钢化膜的大比拼 看看哪个是最好的 这个手机钢化膜应该怎样来做一个测评呢 手机钢化膜它首先是有一层钢化玻璃作为主体 在钢化玻璃上面有一层AF的涂层 也叫做防指纹处理涂层 那下面是一层AB胶 专家表示判断钢化膜的好坏 只要看耐磨性和是否抗摔 在这两个标准合合的基础上 才过了这两关 那些防油污蓝光之类的功能 只能算上锦上天花 那今天我们通过一个耐磨测试来模拟这种情形 然后我们再通过实验前后水滴角度 这个来评估这个涂层的塑膜情况 第二个实验是通济测试 这个测试呢 主要是模拟我们在使用过程中 手机跌落到地面时候的情形 那我明白了 好 我们马上来开始今天的实验吧 好的 水珠在钢化膜上 形成角度在100度以上 才属于合格产品 表示钢化膜表面平滑 通过结果显示 四款钢化膜的数值都非常精进 那摩擦之后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实验员将测试合格的手机膜 固定在了仪器上 用钢丝绒在固定的位置 反复摩擦了1500次 来模拟生活中摩擦 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的情况 摩擦后通过工业高像素数字摄像头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1号9块9从原有的109度下降到了97度 2号39元从109度下降到了101度 3号88元数值不并 依旧保持在110度 4号199元从102度下降到了109度 再通过摩擦过后 1号模的质量明显下降属于不合格产品 其他三款还在合格范围之内 那么在冲击测试下又会发生什么呢 实验继续 我们将一个32克的实行钢球 从70厘米的高度 降落在样品表面 看看是否会破裂 5号索衣 5号索衣 1号9块9的钢化膜瞬间碎裂 2号39元虽然没有碎裂 但被砸出了一个洞 3号88元完后无损 4号199元的钢化膜也瞬间裂开 综合评定两轮的测试结果 排名第一的是3号88元的钢化膜 排名第二的是2号39元 4号199元的第三 1号9块9的最差 可见并不是越贵的越好 用我们的手指甲在钢化膜的边缘轻轻地掐一下 你看我这个一掐就碎了 另外一个你看这个没有碎 那就说明钢化膜的钢化效果比较好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支笔 在钢化膜表面滑动 看一下它留的印记 如果印记越深呢 说明钢化膜的防指纹效果越差 这一块呢明显比这边这一块的印记要深很多 说明它的防指纹效果不是很好 另外呢 现在一些商家打出4D 9H 全防指纹的标语 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它卖高价的理由 4D呢从现在的技术上来讲 跟3D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点 手机膜是有使用寿命的 它的防指纹涂层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被磨损 而且后面的AD胶也会慢慢老化 建议大家每半年更新一次 随着现代技术技术的飞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会选择农租手术 来实现二人的魔力生产 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德利亚 早在1999年就把34A升级到了34D 但由美女学发现 弗多利亚生下小女儿后的哺乳期间 胸围却悄悄缩水了 引发了不少人的猜测 龙胸会影响哺乳吗 美国弗多利亚州就有一位女性 在龙胸后给孩子喂养哺乳 导致孩子肾脏出现了问题 她肯定喂完 龙完之后就可能不太好使了 龙胸毕竟不是自己很自然的嘛 对孩子不是很好 毕竟是个脚丫皮在里面啊 女房啊或者是血液啊都会有影响的 在群人记者随机调查的人群中 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地认为龙胸或者不如有影响 事实真是如此吗 马上开始今天的求证调查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家专业的医疗美容机构 请来了一位美胸设计师黄一生您好 您好 好我想问一下您哈现在市场上这个龙胸啊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龙胸的话呢现在是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的话是甲体龙胸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个龙胸 那我看到您今天也有我们准备了几款不同的这个甲体哈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些区别吗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两款甲体 一个是国产甲体 那么第二是进口甲体 从外形上面是有些区别的 这一款的话呢它主要是磨砂面的一个材料 磨砂面 对 很软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是一个绒帽面的一个材料 会粗糙一些 但是感觉好像更柔软一些 对对对 那么第三款的话呢是这一款光面的一个材料 那么它的材质也是比较柔软的 这个真的很柔软 像水一样 对 如果植入到银体浪装器会有什么风险吗 破裂啊漏出来啊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不会 这些材料的话都是通过了美国FDA和中国的IFDA认证的 也就是食品药品中的毒药件可以使用的一个安全材料 刚刚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几款市面上常见的甲体龙胸的方式 到底龙胸会不会影响博弱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上海加东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整部外科教授张一新 龙胸来说如果是采用正规的手术 正规的材料应该是不影响护卤的 因为有些注射龙胸非常的流行 这些材料对组织是有侵蚀作用 对乳腺也是会有侵蚀作用 甚至它有些会进到这些乳腺小管里面去 如果是经过注射过以后的这些龙胸的患者说不建议他去铺鲁 有可能这些材料分解了以后有些会经过乳腺导管拿出来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的话呢 当我们有些在乳腺做切口的时候 如果乳腺要破坏的话 或者没有采用正规的手术的方式 会影响到部分的哺乳的功能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龙胸的话 选择正规的医院 正规的材料 以及正确的甲体植乳切口 都是不会影响哺乳的 只不过有些人害怕手术的疼痛 所以会选择注射的方式龙胸 但这些注射材料会对乳腺有一定的侵蚀作用 我们都知道 乳腺的作用就是分泌乳汁 一旦乳腺被破坏 就会对女性哺乳 造成严重的影响 生家还告诉我们 由于有些球美者 从事舞蹈 跳水 游泳等职业 他们需要大幅度的暴露自己的身形 所以他们往往在龙胸的时候 会选择乳育的切口 而这样会破坏一部分的乳腺脑管 从而影响女性哺乳 上个月17号 湖北武汉的梦女士 在家练习瑜伽 做了一个仰头拉伸的动作之后 竟然全身交运不能活动 到医院之后 更是被诊断为高位劫瘫 现在我们用模拟情境 还原当时的情况 今天的瑜伽心动作 仰头拉伸 我来试试 老婆老婆 这怎么回事 我动不了了 手也动不了了 脚也动不了了 我全身都动不了了 我们现在回到气温事件 寻找事件中的细节 首先是导致人的身体状态 我有十几年的颈颈病 颈椎盖上 颈椎方突出 做完家务后 我就跟着电视做 心动作 眼头拉伸 突然我就动不了了 家人将当事人送去医院 此共证显示 当事人颈部背随损伤 颈椎关节脱位 诊断为高位劫瘫 一个简单的瑜伽动作 为什么能让当事人 全身都动不了呢 我们从这个瑜伽动作 开始调查 仰头拉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限制 比方说年龄 或者身体各方面的条件因素 年龄不会决定 身体的本身的疾病才是一个绝对因素 你们外行人把它叫做养头拉伸 但是我们瑜伽人当中它有特定的名字 比如说刚才那个动作 我们就把它叫做有更确实的一个变体 我们的颈部的压力会是 自后向前的一个压力 普通人做这个动作 颈椎会感到舒展 但对很多颈柱有病毒的人来说 却无法完成 湘雅医院骨科主任胡一和教授 胡主任找到了一个颈椎钙化非常严重的病例 几乎跟孟女士的情况十分的相似 我们再来看这个尸体片 这个是骨头 在骨头中间有个椎管 那么神经在里头 它应该是不能够说任何东西的一个质压 现在一看的话 这个在后面有一个骨头压缓上它的神经 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 如果病人再来一个暴力 或者是念瑜伽 或者做任何动作 它就可能产生一个机性的压迫 就机性的损伤 就可能就高一阶瘫 脊髓是像动作脑一样的结构 一旦被钙化的结构压迫 将对身体造成几乎不可逆的伤害 例如高位结胆 其中到这里我们也知道了 如果一个人有颈椎病 颈椎钙化和增生 做类似于仰头拉伸这样的动作 确实有可能导致高位结胆 如果是普通人练瑜伽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在瑜伽之前呢 我们先要通过呼吸冥想 是要身体安静下来 调吸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呃 畅颂的连动 我们的胸肠会发生震动 变得更放松 在进入完整体式之前 就会有快速的动作 它的目的就是会让身体热起来 如果你不按照科学的运动来说 我相信除了瑜伽任何运动的话 它都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每个人的动作都是不同的 不要去学别人 你做我们大球为止 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 你目前不能够做到的为止 今年五月 湖北一位62岁的周阿姨 一位练瑜伽发力过猛 导致腿部肌肉严重的拉伤 2016年八月 新疆一位22岁的姑娘 才练了四次瑜伽 结果造成气肉拉伤 颈椎反攻 新闻大球真提醒您 运动健身 一定要量力而行 今天的新闻大球真又要结束了 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传言 都可以在微博上 爱的新闻大球真 或者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 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话题调查